他自己要看清楚狀況 P4 Merge就可以講解一下 也有一個Version Contour 是一個叫Pforce 他很耳機耳機 他超滿人 但是他的工具 以及他的統計資訊的Right T寫得很好 所以說 如果你是一個Right T公司的老闆 你想要知道底下哪一個人 他工作的狀況 他到底這個效果 他都會有漂亮的圖表 所以有些大公司很喜歡Pforce 比如說 其實Google內部也在Pforce Google內部Pforce 然後 趨勢科技用Pforce 但是他很難用 每個阿滴都不喜歡 但是他的工具很好 所以他的 就連Probeat這個書 他在講beat 可是最後在講Merge Tool的時候 他就介紹P4 Merge 是Perforce 他出的一個Merge Tool 所以大家可以從頭看 我覺得他滿好認可的 不會讓你出處 不會讓你出處 可以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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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orce 對Pforce 對Pforce 是你廢的 剛剛就說 我有Version1 Version2 Version3 Version4 那我跳到Version1的話 我可以再回到Version2 跟Version3嗎 可以 像我剛剛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 因為你可能 首先 你每個Version上面都會有那個Hash 所以你就check out到那個Hash 就好 所以就可以隨便上下跳 因為他其實 剛剛有講到就是 他其實只是從他底層檔案系統 把相對於Version的檔案全部都拿出來 對 所以他準備自由的跳來跳去 那再 回到Version1的時候 在Git and Load的時候 他就沒有 對 就沒有了 而且你Git,Shake out,Master 他就會回到 那個Branch的最頂端 對 謝謝 齁 大家還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 我可能再次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 掌聲 如果本來就很會人的話 不好意思 今天講的比較粗淺 謝謝 謝謝 謝謝